就会开始慢慢嫌弃 开始怀疑自己的双眼 开始质疑自己人生幸福的对象 是否选错了吗 大家好 我是大头Karen 今天要讲的话题就是 别人的女友比较好 OK 为什么男生都会觉得 别人的女友好 很多时候我们的男朋友都会问 中文家的女朋友这样斯文的 然后又很体贴的哦 他们在我朋友的面前是都很顺从很乖的哦 在外面看到朋友的女朋友都会很羡慕 然后觉得自己的女朋友很不怎么样 很不嫌弃良母 很差吗 爹 我煮Maggie给你吃要不要 啊 又是Maggie 很不体贴 爹 跟我拿八辫子勒 自己拿 很肥 你好像越来越肥哦 你好像越来越肥哦 很矮 穿这样高的谁还是这样矮 矮也没有错的嘛 种种的理由开始嫌弃 其实真的是这样嘛 别人的女友真的是比较好吗 首先你要了解 通常在你身边的女朋友 如果跟你在一起超过一年 通常卸妆之后 哇 哇 你是谁哦 什么 大便不沖水 哇 你没有搞错哦 你用大便不沖水 我有沖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 啊啊啊啊啊 我露出东西 不想很 很粗鲁 什么 发脾气 口气臭 等等的经历 你应该看过 但是你是否想过 别人的女友 也何尝不是一样 别人的女朋友啊 通常出现在你面前 是已经打扮到美美 穿的美美 画的美美 当然会觉得她好啦 你的双眼看到的只是表面而已 OK 你认为她回到家之后 不是跟你女朋友一样 不要这样天真啦 每个女孩子都有两面的 OK FACE 男生们啊 真的不要想太多了 分分钟啊 你的女朋友 也是人家羡慕的对象 你知道吗 嗯 不珍惜 就没有咯 记得 take你的男朋友 让他知道 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